哇 这也是 今天怎么救我们几个是吗 弟弟呢 弟弟应该 弟弟是在 应该是在 我在车上 我在赶路去北京 哦 哦 我的对 他要那个 你在横店过来是不是 对对对对 我在车上 什么横店开车回北京啊 这不是明天咱们扫楼吗 不是不是不是 我去机场开车去机场 好 来 这样 那现在已经7点钟开始了 就大家听我一下这个同意的口令指挥是吧 好 弟弟呢 小早呢 没有他今天 妈妈 他应该是在 他应该是在工作吧 他在工作 哦好的好的 对 好吧 对 好 那这样 咱们看到咱们的直播间的粉丝也要快到一万了啊 呃 是这样我看一下我的这个开场词啊 今天是我们成欢季来腾讯举办 互上茶话会的好日子 咱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来 有请成欢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杨子 我就是麦成欢 欢迎大家进入麦门 来 来 智明 哈喽大家好 我是 呃 徐凯我饰演的是姚智明 然后也是奶奶的亲孙子 欢迎 来 邀请我们的 呃 家里奥 我女友 哈 哈 哈喽大家好 我是牛俊风 在里面扮演新佳亮啊 啊 那个惹人生气的新佳亮 哈 哈 欢迎欢迎 邀请咱们的毛毛 大家好 我是许凌月 在戏中扮演的是毛泳心 然后就是爆打大男的毛泳心 欢迎 欢迎 大家好 我是郭云琪 在成欢季当中饰演的是东 我就是那个神内柱 何冬 大家好 何冬的袜子换了吗 何冬的袜子 今天因为没穿皮鞋 所以何冬的袜子就先放假了 我先插播一条我们的小广告 就是直播间的朋友们 我们 为了感谢大家对成欢季的喜爱 在直播间浪漫新选 4月VIP精选特会想不停 月卡专想价19元 更有特会年卡158元到手 372天 看成欢季来腾讯视频 一起温暖相伴 共度浪漫 这样我们还是用一个惯例来开始我们的访谈吧 就是因为现在成欢季也是刚刚开播 所以咱们每一个人用一个标签 来介绍一下自己在戏里的角色怎么样 大家可以听到吗 听得到 听得到 嗯 好 那咱们按照刚才自我介绍的顺序 每一个人用一个标签来介绍一下自己在戏里面的角色 那个是这样 我老看 有一个说我是古希腊 古希腊掌管打工的神 古希腊掌管打工的神 然后我也看到大家给我做了很多 听说他在那边给我接了不少活 所以我是古希腊掌管打工的神 古希腊掌管打工的神 对 就是一个打工者的代表 对 那咱们许凯 我是古希腊打工神的老板 神神 对 对 谢谢 嗯 那 哎 接下来 接下来还有 那我吗 嗯 你是那个 永远中二 有病 我问了 啊 爱道歉 请问说sorry的新家亮 啊 是什么 我有点没听清 请问说sorry的新家亮 啊 请问说sorry的新家亮 啊 我们许凌月 听不到 你有点卡啊 兄弟 什么卡吗 我有点卡 我想稍微有一点点问题 我是我是 我是 就是热情似火的 呃 狭女 哈哈 热情 哦 是 哦哦 狭女 热情似火的狭女 啊 哇 这个还是很一击致命的这个声音 那我啊 其实我的标签很简单 我就是永远的那个洞 我就永远都是 打探小消息的那个洞 大家有什么小消息 小心思都可以跟我来就是回应一下啊 所以我们就能 我们能看到就是 大家这个 每一个人的这个标签啊 就是有的 网上的这些评论呢 或者是自己对这个角色里面的一些 一些理解啊 这个是吧 所以呢 如果我知道咱们这个成欢季呢 现在在这个播出的时候 就是有很多的热度 然后热度伴随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 热梗 是吧 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个环节就是什么 咱们成欢季已经播了 这是第三天了 所以咱们在网上的讨论呢 也很激烈 然后我在网上准备了一些这个热梗 现在都在我的手上 然后就是看大家这个普及这个热梗的速度快不快了 好吧 好 一共有很厚一档哦 可以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热梗有多少哦 然后咱们就是看一个咱们就是 呃怎么样 认领一个怎么样 怎么样 还是说我要同意 好 看一个认领一个吧 首先第一个 世界是个巨大的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这个是我 这 这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卖城关 不是我啊 卖城关吗 这个是我 这个是我 这应该是我 因为 这到底是谁 我想答一下 因为你看 姚志明的身边就是 呃 他合作公司的太子的甜女友是卖城欢 我的司机的女儿是卖城欢 我奶奶的孙女儿是卖城欢 所以我身边全是 我的员工又是卖城欢 呵呵 所以我就被这个世界的卖城欢包围了 你未来的老婆也是卖城欢 哈哈哈 哦 再现撒糖了再来的 这一句话 绝对是好我不说了 呵呵 佳亮 还在吧 佳亮这个前男友 这现在真的是很难做 现在 我绝杀了 这一句话就是直接给整到底 好那我们就是 确认这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卖城欢 就是属于我们的姚志明姚总 对吧 嗯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热稿 哎这个很哎 这个说实话 刚看第一眼 我有点整的不太明白啊 嗯 焕城兄妹 这个是谁 这有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焕城兄妹 不知道 哦 我知道了 是我跟牛牛演过《战长沙》 我们俩的俩演的是双胞胎 然后但这次我们两个演的又是那个情侣 啊 那 幻成兄妹 哎 什么 这有点听不太听 啊 那幻成兄妹 啊 什么这有点听不太听 啊 我们俩演的是亲的胜胎 但在这个戏里面我们两个演的是情侣 啊 所以就是说 啊 因为因为因为麦成欢他也是我半个妹妹吗 等于 对 就我这边 对对对 所以这就是属于一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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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说说听不到麦成欢那个有的说话的声音 我哼哼 我哼哼 对说成欢那边有点卡 我呀 啊 那我看到有人有人在说到底谁是谁的兄妹 就是这个剧里面的关系还是有一点复杂的 但你们去就当事人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 谁是谁的兄妹 谁又是谁的哥哥 谁又是谁的妹 妹妹 哎 喂 现在还吵吗 超级吵 比刚才呀还吵 哈哈 哈哈 真的 真的假的 真的 比刚才还吵 那我摘 我摘 啊 好 我摘了好多了 安静了 嗯 安静很多 因为他那边没线要的许卡那边 他掉了 不好也不好 那他车一会进山洞的话 进隧道的话 岂不是他就会 哈哈哈 他进山洞了 是不是有点吓人了 进到那个隧道里 那这样 杨子和牛俊峰先解释一下 咱们在剧里面这个兄妹之间的关系 到底是什么样子 哦 他又回来了 难得是说 应该是你们刚刚都没有听我讲话 我已经说了两遍 换成兄妹了 这个意思 因为这个信号有点不太好 因为有人说听不到你的声音 得再说一遍 对吧 那让你们就跟许卡说 嗨嗨 你说 你说 嗨你说你麦不好 你说 我说 我刚刚说了 我说那个 因为那个 陈欢 换成兄妹 我这边理解是陈欢 也是我半个妹妹 然后她又是我的女朋友 啊 哇 所以这就是我们换成兄妹的这个网络上表的意思 我那边是因为 我那边是因为我们俩之前拍过一个戏叫陈长沙 嗯 我们俩演信友荣西的兄妹 我说什么熊 不是熊妹 我是弟弟 我是姐弟 然后这一次又演情语 所以是不是这个意思 嗯 明白明白 明白明白 好 我俩还是双胞胎 那我们 还是双胞胎 哦 好那这样 咱们再和下一个这个这个词跟刚才上面的那个热梗也有一篇啊 好大家看一下 独居的豹 这个谁来认识一下独居的豹 我我我我我我觉得他是他是我 为什么说独居的豹是你你你你来你来解释一下这个 因为他姚志明他其实就是呃一开始没那么合群 然后呢他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是会比较独一点 就像豹子一样独来独往的就是做做事情直到后面遇到了麦哲欢 嗯 所以就是从这个剧情上面 从这个剧里面的这个居家的这个方式啊也是独居的豹 大家都有人陪但是 姚志明就只有一个人住酒店 对而且他就是流浪猫嘛 到处跑 所以这个独居的豹是姚志明大家都是认同的是吧 是的 是的是的是的 是的 好的那我们快速再到下一个 接下来这个有点长啊接下来这个是 内鱼窝囊肺赛道上新 这谁啊 别咳嗽 为什么是窝囊肺啊 为什么是这个 我昨天打开微博我一看我都懵了 什么牛顶风什么都懵了 我说怎么又是 嗯 这个角色也有点窝囊 对啊 那大家就说说新嘉亮这个窝囊肺 窝囊肺我也就是窝囊肺 你有什么解释或者是想对大家说的吧 怎么说呢 嗯 他确实过啊 哈哈 哈哈 其实是 蛮精彩的 蛮精彩的 我跟我们的艺术建议 对 对 我跟我们的艺术建议 对 对 对 用了一宿的时候都爱了 我发现 爱一个人很难 没有爱的新嘉亮 声音里面好巧 我里面也很巧 对 你不是很小 你里面的声音 声音是个脚啊 对 呃 呃 呃 这样声音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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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嗓子不行了 你干嘛 哈哈 嗓子很累呀 哈哈哈 这 这 这大家也听到 就刚才 新嘉亮去 解释一下他这个窝囊费的这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新嘉亮这样 认错态度上面特别好 情绪价值拉满 情绪价值拉满 这个认错态度上面特别的 值得大家的去学习这个啊 好 那咱们再看下一个 哎呦 说啥来啥 sorry哥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sorry哥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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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 这个sorry哥 这应该 这不用不用的那个 肯定是我 对 这一个就是 这前几集 我看看 也说了多少个对不起 好像一直在说对不起 差不多 你半个对不起 你确实 你这角色 如果说sorry 你也解决不了问题 你只能sorry了 就是 咱们就是整了一个情绪价值 一个态度 你要连sorry都不说 那干嘛给你弹三年啊 真是 太过了 哈哈哈 真的 骗 骗了三年 听一万句sorry 怎么了 对 卖重关系不行了 sorry 天天都是他 对 天天都在当现了 那这个 sorry哥就是名副其实的是 牛俊风了啊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 下一个 哎这个还是很可爱的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人是反派呀 我们有反派吗 这个不会也是我吧 牛俊 哈哈哈哈 哈哈 什么是是 是有有有有弹幕说的吗 应该是我吧 也是我啊 我觉得应该是我 因为 因为 因为我进来 我啊 我刚出场的时候就是 会各种利用 承欢 哦 然后我回来只是一开始是为了 要心安里的地 对吧 就是干的都不是啥好事 嗯 哎 那你后面有跟他说对不起吗 啊 后面没有 哈哈 有 你跟我说过对不起啊 也说sory了吗 说了说了 可以sory了 那你也是sory哥 哈哈 他也跟我sory了很多次 我也是我也是 我也是 嘉亮你也不能这么说 那让我们姚总 从国外回来 也是为了是振兴这个产业的 是吧 哎呀 对吧 哎呀 咱这个特助这个职位 还是得占个 干的不错东 你给我加点工资 我现在把账号发给你 这个东 你看 先生哥还画了个男团装 大家发现了吗 画了个男团装 你一票我一票东哥明天就出道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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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快这一趴子时间有限 我们我们得赶在那个 徐凯的这个车进那个隧道之前 把这赶紧这一趴整完 哈哈哈哈 突然下雨了这边 会很吵 让大家的 下雨好啊 一水则发呀 好啊 来 接下来我们这个就是九套房的小带瓜 你看 下雨了吧 九套房的小带瓜呀 那这又是我呀 哈哈 哦 新加亮 你有九套房 五套房呢 市区五套吗 不是那词吗 市区五套 然后 郊俊还有还有九套房 哇塞 厉害了 九套房没有一套是我的 你要这样我也想当小带瓜了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九套房的小带瓜 还是蛮不顿的 嗯 那我我我陪你当我当小傻瓜 你给我给我两套就行 哈哈哈 你给我当麻瓜吧 给我一套吧 哈哈哈 所以 所以这个九套房的小带瓜 就是在喜凯和牛俊峰之间 较量 就到底花落谁家 嗯 再用一个更亨实的一个理由 产生一下观点 不是合同 你你好像没懂我意思 我平啥呀 哈哈哈 你平啥是我的厂房啊 咱们可是总监呢 我们家 我们家就没什么好现 没什么好隐藏的 哈哈哈 那这个 这个咱们确实是 那这就那些 是牛牛 哈哈哈 这个很有意思啊 这个也是三个字的 哎 感觉跟咱们的系的名字 就是一个配套 底掌蜜是什么意思 底掌蜜 肯定是我跟毛毛 这可能 这跟我跟我和凯肯应该没关系了 蜜都出来了 跟我也没关 蜜都出来了 是吧 我 这是我跟毛毛的 对那这个 哦 这个可能 你想要就是第一闺蜜 是不是是 是这意思吗 就是最好最好的那个意思 对 最好最好的 哎 天下第一就是好 确实这个咱们三个没什么发言权 都底掌蜜了 那就是他们就是毛毛跟这个成欢了 是吧 那也是有点怪 哈哈哈 哈哈哈 这是这辈子第一次听说 嗯 马上微信就备注 就底掌蜜 哈哈 哈哈 我这一次听说了好多的词啊 就在咱们这个戏播到现在以来 对 盖幕特别好玩 对 包括刚才那个幻城 幻城 幻城 兄妹呀我都是第一次听说 我也是 啊 是吧 我只听说过幻城地铁9号线 但是幻城兄妹这个确实第一次听说 哎 这个勇猛 今天这个非常好笑 大爆狗 哈哈哈 搞笑搞笑 搞笑 大爆狗 好 那咱们接着往下继续 因为一会儿我们会有一些环节 是有一些弹幕啊 或者是一些什么叫这个 咱们不能接触 对 咱们得按照流程来 接下来一个 丢人都是高清的 咱们321说是谁啊 321 1 1 120 120 你也有新家亮吗 他俩都挺丢人的 他俩都挺丢人的 对我正讲说他俩都挺丢人的 但是 你得注意重点词汇哦 高清 哎 也都挺高清的 我怎么喝醉酒 都我觉得都没有那个佳亮穿那个开家勇士那一场 那么丢人吗 哈哈哈哈 这个确实 这个确实 我看 我整个还 在那场戏的时候 我都不好意思出门 哈哈哈哈 我我那天我那天跟河东在现场啊 你还没出场呢 我们前面一直在拍吗 我我俩在聊天 一转头我说 我去这不盖轮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谁呀哈哈哈哈 特别吓人 穿了一个巨 一轮亚瑟 很像亚瑟 哎 巨威武的一声铠甲 然后走路 需要人服 哈哈 因为他看不到路 啊 麦成欢你是怎么了 就是 一碰碰俩都那么挺丢人的 哈哈哈哈 然后呢那一天 我们呢 搭档演员们特别的多 好几百人 整个一个屋子里面 我就在那一张显眼包 哎呀 一身冷汗 那一只 嗯 好的 那我就是想看一下 再问一下 那接下来这个吧 带刺的软棉花 这个是谁呀 是我的 是我的 首先软棉花 这个软棉花 我觉得要是跟花有关 应该是可能是女孩子 嗯 肯定是卖棉花 肯定是卖棉花 那我就踩掉棉花了 哈哈哈哈 这是我呀 你这个冲浪速度很快 哈哈 这两天所有的物料都让我录这个 我都早就已经学会了 还要已经 哈哈哈哈 嗯 嗯 嗯 那这个 所以呢这个带刺的软棉花 就是说 是咱们这个 成环老师了哈 对 看似很温柔 看似一切很好说话 但我很有自己原则跟底线 不退让 绝不退让 这我觉得我跟我妈妈 刘柏宇相反的 妈妈是看上去不好说话 但其实她内心有时候是一再退让 当然这个退让是为了我啊 但是我是这种 嗯 我是不ok的点 一定不ok 所以其实成环的骨子里 还是有一种那个很倔 很有底线的 嗯 对 这是我们要值得学习的一个身上的一个品质 对的 那刚才有一个软棉花 现在又有一个梨花奶油姐姐香 哈哈哈哈 这小岛跟毛毛了吧 哈哈哈哈那肯定是我啦 梨花香奶油姐姐香 哎我真的我我发现我我因为没有看到我跟弟弟的那一段 然后真的点出来之后我一看哇 哎毛毛真的有意无意就在撩小岛就是 哇你们懂的 嗯 那就是为我们后面做一些隐藏的预设是吧 好那下一个 哦因为我们现在在直播咱们确实是看不着 哈哈 慢慢来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小推车霸总打卡点 这不用问了 这是谁啊 哈哈 这就是这就是那个徐开老师了 咱们这个这个小点这个打卡点已经很壮观了 我现在都在都能回忆起来那场戏我咱们推了几个井啊你想那个推车 一个 真的好几个井 三个井 每次都各种原因没拍一场 哈哈 对这个我要是我要是卖票的话我现在我都是这个了 哈哈 我都能入波提贴力的谷了我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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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下 哎呀 哈哈 好哇塞 你呀 动 好哇塞 那个袜子的事情太好笑了真的 就没有想到他现在变成了一个梗 这是怎么回事我跟你讲啊 是那个时候刚开机的时候跟郭英奇在聊天 我每天都发现我这个人有时候也好观察也是有点跳 他那个西装有啥腿又长他一站起来那个袜子是个丝袜 哈哈哈哈 你那时候并不熟我就发现他从开机到后来一直是那条丝袜 我实在有一天我忍不住了我说郭英奇你这个袜子是只有一双吗一直穿到现在呢 他就跟我讲他说不是我为了这个角色给自己设计的他西装一定要穿这条袜子显得他就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你能给我看看这件袜子吗 他就当中给我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长的男尸袜子 他都站在那边踢金球去了 然后还是透明的 然后我说我实在受不了 郭英奇你给自己准备的袜子 咱还给省一个 比如说就是得有一场戏得提上你这袜子的事 我们就在说这一场戏加上了 没想到还挺好玩的我觉得 我这个真的是这个我真的很感谢很感谢杨子 这真的因为这就只是我就是想说我就穿一下 我让我这个人演的更有底一点 谁能没事拍袜子 我又不可能在办公室脱鞋 杨子就是说说这个一定要我要点到你 他说我看的简直是我身上麻 哈哈哈哈 好了 我没想到最后以一个好挖赛人收底 味道的话题结束了是吗 对 那咱们就是有味道的话题结束了 那这样 我现在这样也在追插一个小中插 好吧 咱们中插就是 追剧身份一键确认 来陈欢季讨论区角色强参与一周表白挑战 前方惊喜福利等你解锁 打开弹幕追剧收获双倍快乐 在追剧的同时记得为喜爱的角色发电 送道具哦 还有超多弹幕表情等你来分 好 表白墙 表白墙 这个表白墙 很棒 很能鼓起大家这种 那 咱们简单的给大家分享一下 咱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让你们就是记忆比较深刻的那种小的花絮啊 有趣的意思 一人大概说一个 给咱们的这些 因为有好多这个粉丝的留言也想说问一下这个 拍摄期间我们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小环节 小小的一个都可以 都可以 其实我们有小小的很多个耶 就要租十万的到明天了 咱们就 来一个 一人来一小个 怎么样 一人来一个 嗯 一人来一小个 那 我先说吧 好 哎 说个什么 说个谁呢 说个咱们都 哎咱们没有一同场的戏 是不是所有人 走啊 有 但是没有妞妞 没有我 对 那时候我应该领活饭了 啊 你也是 啊 为什么有领活饭 没有 你没有 你没有 看 那我们说一个许侃的吧 我俩的吧 你说 等着老师 许侃就是 许侃他自认为自己很幽默 他总是在这场做一些 哈哈 哈哈 笑的话 当一开始呢 我跟他又有点客气 我们俩没有太熟 也不知道是能不能开的 起玩笑的那种关系 他总说尬的 总说尬的呢 我就不知道我怎么接 因为我是个北京人嘛 北京人其实 你们知道蛮幽默的 然后我就有一天很认真的问许侃说 我说是这样 你想让我在现场比如说你以后 说完这种玩笑的话呢 是我表达出自己真实的感觉 就是这样黑着脸看着你 还是因为人多我要假装哈哈哈哈笑 然后他说 你觉得你很幽默吗 我说我非常幽默 然后我们两个就就幽默这个点呢 争取了一部戏 到现在我都觉得他比我幽默 他觉得他比我幽默 一个北京幽默 一个深圳幽默 对 不是 我觉得特别逗的点是什么 咱俩那场是刚好就是 从你家门口出来在我车前记得吗 我说我比你幽默 你说不可能 我比你幽默 然后咱俩就傲了一会儿 然后这个事就过了 然后换了几场戏之后呢 杨紫悠过来跟我说 你不信你问何东 我刚问了 我绝对比你幽默 他们这么说的 哈哈哈 因为幽默这个事情 我觉得没有人能打败我 哈哈哈 这个很好笑 这个很好笑 很逗 所以许考 你现在承认我比你幽默了吗 你比我幽默啊 子儿 哈哈哈 你这样显得你承认 显得我格局就低了一下 你不跟我争取 还要跟你逗下去啊 哈哈哈 不是 明眼人其实想说一句啊 真的不用他承认 嗯 大家明眼人 咱别制造毛肚子了 他俩子他俩子在那争取呗 我永远是战亲闺蜜 亲闺蜜就是最幽默的 就是最好的 嗯 我老板最棒 我老板老有意思了 我这法定门都是跟我老板身边 我笑出来的 哈哈哈哈 我这都提拉呢 我这有根弦给这都瞪着呢 你快换换他说 那那那其实其实凯凯跟跟杨子说的这个 其实比较有意思的梗 其实都都是这个方向的吧 对 是吧 其实我们我们每天在现场 其实真的是 我觉得是很活跃 大家都很开心 嗯 然后 给他变魔术啊 他老拆穿我啊 然后 讲笑话他也不笑啊 嗯 哈哈 那我已经养成习惯了 我从一开始的不适应 到后面已经习惯了 哈哈哈哈 没有办 你确实 他他又不好笑 因为 不是 哎 等一下 咱们看一下弹幕也互动一下 这有人说你怎么敢给他变魔术 你不知道他是魔术黑洞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 人家给我变魔术好几次 当然我都失败了 所以我就有一个人称外号 魔术这个黑洞 反退 哎那这个 那这个那这个事情 我觉得牛牛也可以有一些反应性 因为牛牛跟那个小子 你们也是认识很久嘛 对吧 嗯 就是 多少都认识 对啊 所以你知道吧 因为我们太熟了 所以在现场呢就很开心 然后也很默契 但是吧 你知道我们两个有那些 有很多是 就是 涉及到接吻的那个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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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你知道哎呀 哎呀 天哪 天哪 就是看见对方呢 嗯 你们能懂吗 哎 哎 我后背 我后背冒汗了 懂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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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就是 这也是 哎 人家你继续说 第一场的时候 是在那个门口 在那个门口被那个 他的妈妈打断了 那一场 嗯 我记得第一条特别的 我记得特别清楚 就是 我俩 一样靠近 直接我们俩 趴在院子转笑 哈哈哈哈 因为我俩 太熟了 的时候 就是说 他演这个角色嘛 然后我就挺开心 我觉得熟 大家就是好 好那个 到了现在你看我才发现 我俩要有 这个吻戏 我说这可咋整呢 我俩就大眼瞪小眼 真的非常的尴尬 嗯 好逗 你们说这个也确实是能够理解 那那个 林月呢 许林月有 有没有一个什么 小趣的东西想一下 我跟 我跟小子嘛 那就每天 反正一见面就开始 你戳戳我 我戳戳你 我告诉你这个 他有个怪气啊 那稍微那什么点的 我先不说 我先不说 他每次见着我 他就喜欢掐我捏我 你知道吗 就是 他说 他说我的肉好捏 哎我说你这什么毛病 就是 就他说掐着我感觉 特别有安全感 我就 这个是一个大家就是很放松的 这么一个表现 就是太熟 熟到后面就是他 他走到我旁边了 我就我就 我就这样 这是爱的表现 爱我的表现 就是爱的 我不可能掐小枣啊 我当当 我说小枣你真可爱 我给你 我在现场确实 这么对比起来 可能还是我比较好掐一点 嗯 反正在现场 我跟水灵面 我们两个人 每天就也是非常开心 就在那儿 就一直聊天啊 反正其实 如果要是说细数的话 其实在成冠界拍摄的时候 有很多这种有意思的地方 那更多的这种精彩花絮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的一些花絮视频啊 或者一些编料啊 这种 大家可以去仔细的观察一下 然后去感受一下我们的 游戏的游戏 我刚刚看了一下 戴木笑死我 我说你们还直播多久啊 我别耽误用手机看那个 CCTV8 还有今天视频 这个手机该看看 电视该打该打 电脑该打该打开啊 都给我看 都给我们看 那这样 咱们来一个游戏环节吧 怎么样 好吧 人家说了直播早半小时就好了 现在开始收视率了 怪咱呢 那怎么办 那咱们直播咱们带头看嘛 哈哈哈哈 来吧 配合我一下 任务都到这了 接下来是我们的快问快答环节 看了大家有注意到这个剧情里面的一些细节啊 那我就快问快答说一下 然后大家用最快的方式去说出来这个答案 好吧 3 2 1 Go 姚志明第一次给麦成欢小费给了多少 一卡 一带 第2个问题 麦成欢带姚志明赶路的路程 是安排是怎么样的呢 先40分钟地铁人再10分钟的这个共享单车 正确 下一个问题 毛毛第一次出场为什么暴打新加量 他背着麦成欢是相亲呀 哎 打他你现在你再打他 你现在打他 他不就很想揍他 现在生活中真有这样的人我一定揍他 他真的让我碰他我都打他 道歉 新加量牛牛替新加量道歉 对对对对对 请听我辩解 可是我说sorry tory 好 来 下一个问题 新家量给麦成欢道歉的方式是什么 太多了 送花 sorry 请听我解释 还有公共 买房 还有什么 做这些挖跳 对 这个是感觉最遮掘的人的挖跳 下一个 麦成欢家在第几弄 第几弄 对 就第几号几号弄堂 好女朋友 102103103 对了103 下一个问题还得是成欢自己家门记得分清楚 下一个问题 新家量给麦成欢求婚的日期是 520 刚看完 520 一口同声 接下来一个问题 刘婉玉给姚志明送的第一份礼物送的是什么 麦成欢 把你送出去了 把你送出去了 送的是什么 一扫把 咸鱼 对 送的是咸鱼 好车 地铁 共享单车 小推车 哎 是的 还有你的大长腿 还有你的大长腿 那一步我得跨两步 好来下一个问题 新家量第一次准备上门的时候 丈母娘准备了几菜几汤 你说 六个菜一个汤 对 六菜一汤 具体都有什么菜 就临时加的 具体都有什么菜 西红柿鸡蛋汤 答错了 答错了 什么 没有 好了 这是个场外场外题目了 有排骨 排骨 那大家还说什么 有鱼 有虾 好 接下来一个问题 那我们 OK 那咱们咱们先 这个问题因为是我临时加的 就先放过你 咱们下一个问题 麦成欢第一次和姚志明见面的时候 用什么清洗衣服上的咖啡印记 去自己 是的 下一个问题 姚志明入职波提切利的职位是什么 运营总监 对咯 下一个问题 麦成欢被姚志明吐槽是职场什么 职场好人 职场好人 职场赖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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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是职场赖好人 下一个问题 姚志明没有买到但是卖成欢有的那一款余线是什么尺寸的 5.0吧 5.0吧 是的 5.0 对 下一个问题 姚志明入职大会上说的职业目标是什么 这个我记得太清楚了 那天背了一天的词 我要让咱们波提切利 成为屹立在黄埔江边上的明珠 一句不差 厉害厉害了 来 最后一个问题 新家亮的妈妈给麦成欢的title是什么 四个字 弄堂公主是不是 哦好像是 哎是吗 哈哈哈哈 是的是的 对呀 姚志明偶啥啊 怎么了 看来这个大家就是 记忆很深刻啊 真好 你说这下 都刻在这个脑子里了 真是 那既然如此 大家 这么清楚 啊怎么 我感觉我要误机了 好像我已经 我已经停在原地停了有 半个小时了 也没有噪音了 确实 对 那这样吧 那那那既然停了半个小时 停了半个小时了 咱们再玩一个游戏 然后这个游戏是需要到纸和笔的 大家有吗 我这有一堆 没有人毫无关心 就是能不能赶上飞机 参加这边每天的活动 而继续说咱们再玩这个游戏 因为 因为他已经停在那的 我也不能把他这么抓 我说志明来 我一号我又过来了 那怎么可能 那这样好 在这个紧张的时刻 咱们来一个比较轻松的游戏 就是咱们默契考验 默契考验 这个游戏就是 接下来的提问 大家要带入到我们在角色里面的角色 然后一起写下答案 同时亮出 看一下大家的默契值 是不是满分 或者就这样 呃 如果不方便写的话 可以 这是我说出题目 大家三二一回答 怎么样 好的 这样更方便一些是吧 来 带入那个角色是吧 对 带入角色就不是本人 不是杨子 不是许凯 不是牛俊峰 也不是许凌月 也不是郭云琪 好 第一个大餐还是家常菜 大餐 大餐 家常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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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四个去吃吧 我去吃大餐去了 哎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 我没电了 为什么你们要吃家常菜呢 因为牛丸做的好吃呀 妈妈做的好吃呀 我们都喜欢吃家常菜 干什么 这河东也啃了 我都没有rias 在內心 插 听不到 云琪卡 啊我听到了 现在听到了 好的 好的 是这样 因为我没吃到过二人做的菜 所以就是我还是去吃大藏的 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就是小猫还是小狗 3 2 1 小猫 小狗 小猫 小狗 小狗 小狗乖乖来 因为我都选了一个养狗 徐坎养猫 然后但是牛居方又养狗又养猫 你选谁啊 我选我选鲁卡 哇 鲁卡养猫 他不选他都要 啊 我因为我之前也要猫 所以我就跟他看 要不说咱俩 去 你找我当你的特助 必须的 你那些其他特助猫猫都过年了 哈哈 接下来一个 啊 就是 第三个问题是 是逻辑型人格还是情感型人格 逻辑型人格吧 姚志明 我 他心单量肯定是情感型人格吧 他没有什么逻辑 没那个脑 哈哈哈哈 你这个人还可以啊 那 杨子呢 杨子 我是中间 你是中间 所以是分 是分遇到什么事情才决定是 是什么情感型人格是吗 对但是他在做事情 他在底线方面 他是一个key 就是逻辑型 嗯 那你要是这样的话 你要是跟那个老板一起合作 那你肯定的了 就那一片最少啊 那些商家都寸草不深 那些洞 那些洞 哈哈 赶紧的 到时候我入个鼓啊 我也在黄埔江边整一套 我 我的洞洞宅 哈哈哈 还好 来接下来一个问题 爬山还是喝酒 爬山 爬山 喝酒 边爬山别喝酒 你们 哈哈 你真的是都要啊 哈哈 别爬山别喝酒 这 难度很大 晕了 所以就是 哎 其实就是又健康又养生 但是 又刺激 哈哈 白天爬山马上喝点酒 哎 这可以 那是这样 白天爬到山顶了 累了一睡醒 哎 喝点酒 又到第二天白天再下山 可以可以 哈哈 那接下来这个就是坐车还是坐地铁 坐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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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外是什么 坐车 车外是坐车 我坐车 但是车外是地铁 他是善用这个导航 然后线路在手 他工作还有 他都是靠这个坐地铁 把这个姚志明搞定 然后工作拿回来了 所以卖车外是坐地铁 哦对 然后咱们的剧 有网友发现就是很那个细心的一个细节 这个小子你说一下 就是跟这个交通工具有关的这个 怎么说 这是那个共享单车呀 啊什么系 发现群里 我昨天发现群里的那个那个细节 他可能没看吧 你是说那个扫了两辆的 他知道 他知道他没听 他没听听 我说的是什么 没卖单车 所以我也知道那车一个只能扫一个嘛 嗯 这个就是还是很细节的一个地方 嗯 然后呢 下一个问题就是奶茶还是咖啡 咖啡 咖啡 泥茶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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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那我也那我奶茶吧 哎 那我也奶茶我也奶茶 都要了 你们这 我学奶茶 我咖啡 我不行 我得喝咖啡 嗯 来好 那接下来就是 还有最后 那 奶茶咖啡啥啥意思呀 就是问大家喜欢喝奶茶喝咖啡啊 咖啡 可能也是跟你们两个之间有关的一些什么小东西吧 就是 我老喝咖啡 我在我在工作的时候 然后提神 然后喝咖啡就是很精英的那种 范儿啊 但是你们俩一起 这因为什么事情 第一次 咖啡子嘛 他那个那个去自己 因为喝咖啡 第一次 对 就是因为这个两个人的故事就怎么 开始 了 那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年上还是年下 我都行 不设计 我都行 不设计 你要是麦成欢都行 说嘉妮 不设计 不设计 你又就说嘉妮 他也是都行 主要是麦成欢都行 好有心 好有心 肯定年下 对年下 你选思吧 你选思吧 我选思 好 好哇塞 东东没有感情线嘞 好可怜 你也知道呢 我都是偷摸的出去 虽然东东没有感情线 但是我们没有思法 多了东西里的感情线 那这样的话 那我们刚才这个这个这个默契考验 这个这一段就结束了 就非天天就加一 有的就是啥呢 都想要 有的就是瞎跟他说 然后那既然这样呢 我就再中插一个咱们这个小广告 就是有一个好消息 现在要告诉大家 麦成欢姚志明 已经中插三个了 我再中插一个 来了马上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麦成欢姚志明同款限量版 同款官方周边 已经在腾讯视频草场地发售了 大家可以在看剧的同时 点击屏幕 右下角的黄色购物车 直接购买 让毫无陪你一起追剧 耶 怎么样 好 那让我看一下我们 这样 我们挑两个弹幕 大家回复一下 然后最后我们 立一个flag 怎么样 好 好 因为时间也快到了 大家得赶紧去看剧了 那咱们挑两个弹幕吧 好 你们找几个看看有没有兴趣的 然后你们回复一下 许卡还能赶上飞机 对你还能赶上飞机 谢谢大家关心 赶不上了 哈哈哈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一步都没动 那你明天还 做什么 没动吗 不知道 这前面的司机都 那个下车了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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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对 好像动了 不知道了 好像动了 哎 动了动了 动了 哈哈哈 刚刚说了 动了动了 谢谢各位 哈哈哈 助力姚志明 赶助力徐凯 赶飞机 刚卖完坦 谢谢各位啊 动了 那咱们再再看两个 再看两个弹幕吧 还有什么弹幕 我们找一下 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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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看杨子跳女团舞 我也想 哎这个好 这个好 这绝不可能 绝不可能 首先我对跳舞 没有任何兴趣 你是哪 这个女 我喜欢freestyle一些 对 freestyle 那这个问题 我们就当成那个 这个问题我们就当成立flag吧 好不好 嗯 咱们 咱们这样吧 咱们大概的立一个flag 每一个人立个flag 看看 怎么样 就是 哎咱们这flag是这么立的啊 如果是说咱们的热度破了28,000 咱们给粉丝来一个什么样的福利 这样吧 如果破了28,000的话 哎我们现在多少 27,000对吧 嗯 是吧 嗯 对 27,000 是正式的 到了28,000 那就许凯跟牛俊峰跳男团舞 哈哈哈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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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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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挺好 你俩一起跳都挺好的 哈哈 哈哈哈 可以可以 是一个到时候我们私发没你 你就知道了 那你就立这个flag了吗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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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就立这个flag了 然后 徐凯 徐凯你的flag是什么 破了28,000之后 flag是什么 那 那就大家一起 就简简单单很容易完成的吧 就自拍18张发微博 为什么要大家一起 哦 因为我想拉你们一起下水啊 哈哈 哈哈 你自己吧 把我今天拍的图修一下吧 马上好了 哈哈哈 很远 没问题啊 错了28,000我们发 那样子呢 八张啊 十几张 十几张 十八公格嘛 一直拍 对 对 这个结果是一个动画 卡扎了 卡扎了 那杨子 杨子 你那个flag是什么 那我就给大家听唱一个 是妈妈是女儿吧 就是我们的试试 哦 我很喜欢这首歌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这个好 那杨子的flag就是破了28唱 是妈妈是女儿 哎 那许林月 我 我 我 对 我干嘛呀 我想不出来我能有什么大家会想看的 你自己立这个书来看 那这样我先把我都说了吧 然后你先想一想啊 过了两万八 我把旧肯华赛当成我的头像 微博呀 那个就是全网 什么 头像我都统一 什么 你把你头像换成什么换成袜子啊 旧肯华赛 后来我把我的头像 所有头像换成旧肯华赛 换什么 换什么华赛 旧肯华赛 就网上的那个图片 我换成旧肯华赛 哎 嗨 我以为你换成袜子呢 还想说你太牛了 哈哈哈 我把那个 我把那个被 也是你被我换成袜子 因为你能换成袜子 他说你太牛了 天哪 我是什么 我是 我是大家一起跳 跳 大家一起跳那个舞 是吧 没大家 就你一次 大家一起跳那个什么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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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跳 对不起 对不起 不会你们教教我吧 别吓了 你发了那个教学视频啊 林涅呢 林涅是什么 我 我可以 行我女团舞吧 行吧 行吧 我可能也就除了跳舞 没别的事 才艺 可以 那就是我们 陈涅也立完了 只要负了两万花 我们就在大家的注视下 把我们所有的力量都实现 好了 然后现在还差不多有两分钟的时间 我们就结束今天的直播 那我们 成欢祭金这两天也刚刚开过 我们就简单的用一句话 为我们的戏 再给大家做一个案例吧 怎么样 花子 花生 小板凳准备好 今晚一起迎接我们的 成欢祭 大家快来看我们的 快来看我们的成欢祭 有可爱的麦神欢 然后商业精英的姚志明 然后呆呆的新家亮 还有成欢的小闺蜜 还有我的助理洞 耶 哈哈 自己长得高大三 那个别人的 又是呆呆的 又是小闺蜜 哈哈哈哈 我刚才 为什么你是商业精英 我是呆呆的呢 有点 有点 呆呆很可爱的 呆呆很可爱的 呆呆很可爱 好大声 今晚大家能来看吧 马上就会有很 很精彩 来个Drama的剧情了 会会让大家很生气 打倒新家亮 为您出汗 打倒新家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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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卡了 打倒新家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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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倒了 林月 没有吧 我看不到我自己 我不知道就是 我能看不到你这边 好 大家快点来看 麦成欢 后面剧情会更更更更更更搞笑 更好玩更Drama更有意思 来吧来吧来吧 那我就是 大家锁定腾讯视频 然后我这边有很多的八卦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后续啊 这两个人啊 这些人和人之间有什么这些小故事发生啊 我这边都有独家的这个爆料 我的小手机里边 纯的麻烦的 想要知道 就关注咱们腾讯视频 成欢 见 好了 我们赶飞机公布的工作 休息休息 要下锅了 好的 拜拜 拜拜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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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观众朋友们再见 拜拜 快去看剧 快去看剧 大家都去看剧 快 快去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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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